朱卫在盈狱出来的时候,本来是想回回家的 但是他的耳朵里面,他是一直回响着公孙衔说的那些说话 何必肯定要出事? 秦孝公和公孙佯,之所以被供屈室低头认输等的就是今日这个机会 他们一方面极力怂恿魏卫侯称皇 另一方面,甚至还将秦孝公的宝贝女子云公主送过来 准备要讨好公子昂的草包 花了这么大心机付出这么大代价 为的就是等你艺国毫无防备的时候 他们就要出兵河西,抢回他们几十年来 一直都梦寐以求要抢回土地 哎呀!想到这里,他那两只脚再也没办法向家里走回去 而是不由自主地向着魏国的宫城走去 无论魏卫侯他喜不喜欢听 身为臣子的,他一定要将这个即将到来的危险 宾布给他们军上知道 还没走到来宫门口 住位远远就听见一些吵吵声 走过来一看 原来两个身上穿着喝式衣服的人 正是和手工的卫士发生争执 这两个人正是墨家巨子 垂巢子和他的弟子宋贤 他们就夜兼程 一连走烂了几箱草鞋 这才赶到来安一城 来到皇宫的时候 今日不是魏卫侯上朝的时间 所以门口被冷清 只有几个拿着长击的甲士 垂巢子走一步 向甲士走一个礼 上凡这位军士通报艺后 说齐人垂巢子求见 为首一个甲士 上上下下地打亮了他们几眼 见到他们穿着的 是一般老百姓的粗暴衣服 脚上那些草鞋就几乎烂 心里面是带了几分轻视 喂老爷 你有什么事啊 齐人垂巢子求见 魏侯 相反 军事通报 你个老儿不 你这么背的 我告诉你 这里没有魏侯 只有魏王闭下 在旁边年轻的宋言一听 发火正想发作 垂巢子立刻一摆手 祭祀他说 这样 就相反 这位军事通报魏王闭下 说齐人垂巢子求见 我告诉你什么了巢 九巢 你个乡下佬知什么叫做陛下 陛下就是天子 你这些乡下佬 你说想见就可以见得到的了 垂巢子听到 忍不住轻灭地笑一笑 好 那我们走了 垂巢子刚刚轻转身 就撞正朱威 朱威的见识 当然比甲士高得多 一打量这两个人的身形起到 就知道他们绝对不是一般人 他即时拦住垂巢子 然后问那个军事 究竟什么事 那个甲士一见诸威 立刻就不恭不敬地说 啟品司徒 这个乡下佬居然说要想见陛下 下官现在立刻就赶他走 老家伙 你走不走啊 不走啊 我捉住你 找你进大牢的 朱威来着他一眼 另一转头 对着垂巢子非常和外地说 请问老人家 你从哪里来 有什么事要见我们闭下呢 回这位大司徒的说话 老牛 那是齐人垂巢子 现在有些博士 要求见艾侯 在旁边的甲士一听 又发火了 哎呀 你个乡下佬 当然是五行欠打了 说给你听的了嘛 不是艾侯 是陛下 朱威又登了他甲士一眼 另一转头说 老先生 请问 你是不是那位墨家巨子 垂巢子呢 正是 哎呀 朱威不知巨子 大驾光临 失敬 失敬啊 那个甲士 见到大司徒 都对这个老人家 那么恭敬 哎呀 吓得他真的目瞪口呆 朱威又向垂巢子 行着个礼 他说 请你在茶房 稍等片刻 晚辈而家 就入供品告陛下 然后他另转身 对那帮军士说 你为 你是明文天下的墨家巨子 垂巢子前辈 你们大家要好好服侍 啊 是 是 朱威交代好之后 就急匆匆地 走进去 准备求见 魏卫侯了 他一路走 一路的心 始终都十五十六 他很清楚 魏卫侯这个人的脾气 如果那件事 他一旦是认为对的 那就算是九匹马 都拉不回头 现在 魏卫侯对秦孝公 和公孙杨两个都不知道 多么信任 如果这个时候 告诉他们听 何西可能有事 秦人可能要偷襲我们 我看啊 真是死 他都不会信的了 但是幸好 现在真是天从人怨 就在朱威 不知道 见到魏卫侯的时候 应该怎样劝奸他的时候 刚好 现在这位墨家巨子 垂巢子来到 朱威一早也听过 垂巢子的主张 和也听过他的为人脾气 不用说 他这次来 肯定要劝奸魏卫侯 肯定是希望 魏卫侯快点 指兵释迫 收兵回国 不要再欺负 旁边弱小的卫国 以垂巢子在列国中的明星 他说出来的说话 当然比他朱威说的 有说服力得多 如果魏卫侯连 垂巢子的说话 都听不进去 这样 魏国的命运 就只能够听天由命 心里面有着希望 脚步就自然加快 没多久 朱威已经走入征殿 问过当时的内侍臣 知道魏皇陛下 现在正在御花院里面 跟上兄陈镇在那里下棋 进去见过礼之后 那个陈镇就立刻大声地说 哎呀 朱司徒你快点来救我 我被陛下杀得惨了 魏卫皇 面上的表情都不知多无可奈何 魏卫皇好得意地拍拍大笔话 哈哈哈哈 陈爱卿不用求救了 不要说朱司徒 现在就算是神仙 想救回你这个棋 都难咯 陈镇叹了一口气 说 唉 我现在的处境 简直是跟那个慧敬公 一模一样 啊 说起这个慧敬公 帝丘那边情形怎么样 陈镇马上说 回笔下说 上将军真是神勇 这么快就已经攻克了平阳城 现在帝丘坐丘两座城 也都应该很快可以攻破 嗯 你写封信给上将军 叫他不用急 慧敬公这只老狗 要慢火炖来吃 华人听说 有几个猴子跳着出来 是吗 是 据微臣所知 慧敬公现在狗急跳墙 已经派了士臣 向赵 韩 齐 三国求救 至于三国有没有发兵 微臣现在正是密切关注 哈哈哈哈 他们发兵 就等他发 我啊 等的就是现在这个时机 啊 你珠爱卿 你现在要看路上国处理很多国事 应该百忙之人 不会有闲心专门进来 看寡人做企卦 哦 陛下声明 微臣是来品咒陛下 外面有墨家巨子 垂巢子求见 垂巢子 咦 是的 这个老家伙呢 有段时间听不到他的消息 为什么现在忽然间就来了这些事啊 呃 陛阵眼着一轮 闭下 墨家的主张 都是要天下兼爱 不见得打仗的 微臣估计 这一次垂巢子来 肯是想看那个慰敬公做睡客的了 嗯 外兄你猜得对 这个老夫子很喜欢多管闲事 哎呀 我一来 笑不免 又要对寡人 讲一份啰哩啰嗦的道理了 陛下如果不想见他 那么微臣派人将他打发走就是了 诸位马上就说 我认为不得 墨家和瑜伽一样 都是天下间最令人景仰的学说 他的弟子更加遍及天下 陛下 你一向这礼言下事 而四海享誉 现在墨家巨子 亲自登门 但是陛下如果避而不见 这样 豈不是又失离礼言下事的明星 嗯 诸外兄觉得好 老夫子既然上到门了 不见感是不妥的 但是但是如果见到面 哎呀 又要忍受他这种啰哩啰嗦的大道理 你叫把日怎么算好呢 陛下 陛下的眼珠又是一辆 陛下 微臣有一条鸡 或者可以应付随巢子的 我们可以这样 陛下 陛下在魏惠王耳朵边 字枝 浸浸地说了 诸外又不知道 陛下又出了什么鬼点子 但是忠念一想 只要陛下肯见随巢子 依照随巢子的智慧道行 陛下这种鬼计 肯定又有办法应付 想到这里 他的心先稍微安乐一点 于是 就立刻回到前殿 亲自迎接随巢子 将他带到来 魏惠王的书房 书房坐落在后花园之中 一共有五重院落 环境非常雅致 除了上朝之外 魏惠王最喜欢在这里处理朝暮 或者接见重要的客人 因为 魏惠王其中的一大嗜好 就是亲自带那些客人 参观他的书房 听说天下藏书 除了洛阳的周室太学室 和林芝的职下学宫之外 再数下去 就是他魏惠王的书房够丰富 当朱卫带着随巢子走入来的时候 陈振满面笑容地来到门外 深深行着的礼 魏国尚卫带着随巢子 请巢子 请巢子稍微等一等 陛下就要出来见你了 对了 朱师徒和我仍然一族 不便相陪 希望巢子原谅 说完之后 陈振就站起 又用颜色视着核朱卫 朱卫不清楚陈振的意思 但是说话都被他说出来了 也只要站起 两个人再次向随巢子 行礼作别 他两个一退出去 魏惠王的贴身 是神疲忍 就是带上几个 满身飘香的宫女 走进来说 陛下有指 巢子乃是天下宗师 不可以平常之礼相待 或者表示恭敬 陛下现在 正在后面沐浴芬香 所以特地关照巢子一声 请你稍等一会 欣赏一下陛下 为你准备的香茶 也不好了 说完之后 皮人都不等随巢子答 就马上站在一边 跟着在屏风后边 就走出了一排乐手 那几个满身飘香的宫女 立刻就随着乐手 就响的音乐 在垂巢子面前 跳起舞上来 在外边的御花院 梁亭之上 魏惠王呢 正是一路听着 这边的动静 他走走眉头说 这个老夫子听我好有耐心的 外省 你这拖延之计 未必打发到他走的 嘿嘿嘿 闭下你放心 随巢子一向清心寡欲 但是 我已经安排妥当 一路呢 跟他连变三五首曲舞 而且还安排了八个香氛氛的宫女 在他面前 舞上个花枝 朝展 让他眼花缭乱 这个老夫子 满心想着的 都是为国发生的 惨烈战事 而在他眼前 又一派娱乐升平 这样内外交战 我看 就算他有十成的内心 都要减了他九成去 嗯 这么安排都算几好 老夫子这个人 算是眉睁眼期 应该知道进退吧 谁知接连三首乐曲弹圆 那些宫女呢 也都停止了她的舞蹈 谁朝子 都只是发出一声长叹 依然眼观鼻鼻观心 神态都不知道多么严肃 皮人看着她的神情 都不敢暗暗佩服 这个人的定力真是好啊 啊 巨子 不知道这首曲 对不对你听呢 弱曲ま Ecco市 自乎啊,宫外这个时候正是生年涂炭,你度,他有个娱乐生平,你说,这个是什么笑头呢? 皮人听到他这句话真是肃然起劲,句子真不愧是天下宗斯,在下授教了。 过了这么久,你们军上应该沐浴奋响也完了吧? 请句子再等一会儿,不如我们再欣赏个三首乐曲。 作为人军,应当光明正大,又什么这么废杀苦心呢? 请你转告陛下,就说,隋朝子告辞了。 说完之后,他向皮人行的礼,另转身要走出去, 但走了两步之后,隋朝子还要转头,对皮人说, 还有一句说话,请你转告君上, 魏国恐怕大祸,好快就要到礼。 隋朝子,其实是为了你们魏国来的。 皮人一听,心不愧吃了惊,即时拦着垂筹指说, 巨子请留步,我想陛下已经准备完了, 我立刻去请陛下下。 说完之后,皮人马上轮转身, 走到屏风后边。 果然,过了一阵,魏卫王急急地在后边走出来, 哎呀,有路巨子久等,魏硬失礼。 齐人隋朝子,建国君上, 明文天下的墨家巨子, 能能够劝到魏卫王回心转意, 停止侵略魏国的战争, 使得秦人也都没有可乘之机, 抢回他们河西的土地呢? 感谢观看